剪辑视频素材是视频编辑的核心任务之一 以下是一些详细的步骤 帮助您使用编辑软件中的剪辑工具 剪辑视频素材 导入素材 首先 您需要将您的视频素材导入到编辑软件中 通常可以通过托放或使用导入选项来完成这个任务 请确保您的素材是正确的格式和质量 并且它们符合您的需要 创建新序列或时间线 在导入素材后 您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序列或时间线 以便开始编辑您的视频 在编辑软件中 通常会有一个创建新序列或新建时间线的选项 您可以在这里选择您的视频格式和设置 拖动素材到时间线上 将您的素材拖动到时间线上 并将它们安排在正确的顺序和位置上 您可以在时间线上移动素材 以便更好的组织和编辑您的视频 使用剪辑工具剪辑素材 使用剪辑工具通常是剪刀或分割工具 将您的素材剪辑成所需长度 您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将素材分成多个片段 并将它们排列在时间线上 以创建您想要的效果 进行过度和效果处理 如果您需要在素材之间添加过度或效果处理 您可以使用软件中提供的工具来完成这个任务 例如您可以添加弹入弹出效果 使素材的转换更加平滑和自然 观看阅览并进行调整 完成上述步骤后 您可以在编辑软件中预览您的视频 并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如果需要 您可以添加或删除素材 调整长度和顺序 更改效果等等 导出视频 最后 当您完成了视频编辑时 您需要将它导出到所需的格式和质量 通常可以使用软件中提供的导出选项来完成这个任务 请确保您的视频导出时质量和格式 符合您的需求和要求 以上是使用编辑软件中的 剪辑工具剪辑视频素材的一些详细步骤 请记住 在编辑视频时 您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实现您想要的效果 并始终注意素材的质量和格式